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世榮 特首李家超先生 在首份施政報告裏 提到未來會在將軍澳第137區 佛塘澳興建大約5萬個單位 成為約13萬人口居置的修成區 世榮認為政府應該盡早作出整傳規劃 開畫出區內各種配套 並以基建先行的發展利益 及早預留用地 落實興建足以應付人口增長的基礎設施 其中世榮建議 更進一部完善施政報告裏 將軍澳南完善鐵路網絡 將延善伸延到過海 連接港鐵網道線 成為將軍澳南過海延善 發展局表示 為了支援將軍澳第137區的發展 會開展研究在創新園對出水域填海 作為將軍澳南面線所需的用地 但對原有居民區來說 填海會帶來很多空氣污染及噪音等問題 亦會更進一步增加區內 重型車輛的交通流量 加上現在137區已有堆填區及延善庫等 這些不受歡迎的設施 一定會更加嚴重影響到居民身份的質素 所以我希望局方可以有替代的方案 政府在2002年以臨時撥地的方式 已經在將軍澳設置了田樓 例如今年的5月份 已經在城規會在將軍澳居民 強烈反對的情況下通過了 政府已經規劃在137區內設置運營土廠 既然政府計劃發展137區 更加應該早點定立 將田樓庫及運營土廠 明確有一個停止運作的領域和目標 最後我建議政府考慮在第137區 興建新的過海行車降渡接港島區 分流東區海底隧道的交通壓力 多謝您的收看 我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世榮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